建商來講會覺得我買進 已經這麼冷了 然後現在這個央房 央行要這個動作 會不會對他們來講 也是傷害很大 反正 我還是講說 這個市場並沒有想要說的 壞到哪裡去 他只量縮了 但是對於那種靠房地產投資 要獲利的 這個機會已經不在了 所以政策不改 投資不入 所以我說那個平均地點條例 是最後一個政府 對於亞裔房地產的一個天王而已 只是這個天王撒下去的時候 他的發酵是慢慢在發酵的 也代表說對於投資人 對於有很多戶的人 他的持有的成本壓力是還不到的 你兩趴瓜那有什麼壓力 沒有什麼壓力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不動產裡面 你會看到他的價格 只有在那個量供應大地方 他的價格才會有鬆動 因為量大價必亂 可是那個當你的蛋牌去漲太大的時候 你會只有看到他下修 所以我今天也是 怎麼樣他都不會到達重挫 我們只是看到說 大家蓋的房子越蓋越小 鳥籠房子就多來了 但是那些對於小型的建商會有影響 小型的建商會有影響 對 那個金流會有問題 所以對小型建商的話 他有影響的話 他就是要嘛就是趕快不要推了 因為他沒辦法控制那個營造成本 因為他省不下來 所以很多的建商比較大腳 他說這是要怎麼掉到哪裡 我的營建怎麼都上來了 對 你期待那個房價下跌機會 真的不大了 是 那顏總你怎麼看下半年 我們要怎麼觀察 如果現在大家就在還擔心說 我現在房子手上 我到底要怎麼處理 下半年的一個房市走勢 先看量 我們看市場 看上個中央指標 一個量價買氣 那個量是收的話 量收是最明顯的 量收是房價要再上漲 動的話就機會不大 所以假設有人跟你講說 我現在新北市或者是說 我的蛋白區又漲了多少 聽聽就好了 因為這個市場沒有量 沒有量不會熱的時候 就代表說很多人退場了 所以那個量 我們就擔心的就是量化 就看三種重要的量 一個叫土地市場交易量 一個叫商用不動產交易量 一個叫漁長動數 那土地市場的交易量 它是免我們是原料 就看是誰在拿 建商在拿 所以你只要統計這個數字 他們現在搶貨的速度是怎麼樣子 就是告訴各位 我們是在市場抓魚的人 我們會知道魚的狀況 魚要不要吃 就比心裡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要抓魚 抓魚的土地 土地的量是縮的 非常明顯 從去年的預測 跟去年年底的買單是 大概是減掉了四十幾趴 這麼多 今年統計到現在的話再縮 今年整個量差不多三百億而已 頂多三百億 我說土地 那商用的話大概是差不多四百億 因為現在有幾檔的率子 我們看到那個率子 新冠率子那個商用不動產 歸類再商用不動產 因為他有帶收益的 現況又不能打掉重蓋的話 就是我們認定他就是商用的 商用大概是四百億 可以看到說 你需要看到那些標 我們現在在做土地買賣的時候 不管是公開標示的方式來處理的話 都差不多一標而已 那個不吃魚 這個魚彈下去 只不過他在咬而已 不咬耳 他能夠咬耳已經不錯了 所以他完全沒有追價 有當然你會看到土地市場是大概是這樣 我們處理到是已經是幾十億了 但是他不會熱 所以已經沒有像以前一追價 就追價兩成三成 不像人家搶地那個時候 沒有那個熱情的 所以假設原料是這樣的話 那原料所做成的麵包 麵粉是這樣的話 麵包你能夠長到哪裡去 沒有辦法了 所以麵包是新的出來 然後救了沒有賣掉 大家在那裡賣 在那裡賣 很簡單的就是說 這個格價就是說 假設你能夠趕快 能夠不要說拋了 趕快賣的話 賺一點錢應該要走了 所以第二個就是 我們看那個商務部長的交易量 商務部長的交易量看收益 那個收益的話 是因為現在金管會要求是 法人就是說一些收容公司要買是2.8 2.845 要過這個報酬率才可以買 那所以現在的市場裡面還開到2.5以下了 這個金額就很奇怪了 對 他不會成交 他反而也不會跟你買 對 你實在開在那裡送 所以很簡單的說 假設你會看到 瑞士這樣的標裡面 你看到 不管在台南那個是5% 台南那個百萬公司 那是賣5% 那算很好耶 好什麼東西 他只是一標而已 一標而已嗎 一標而已說 他就是 你可以看到是誰買的嘛 但是至少有成交啊 那個東西會關係到瑞士的股價 因為他已經把那個瑞士股價搞到 跟禁止一樣的時候 那你想說 他不買的話 那不是等到那個價格要下來嗎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 再看到那個中山北路那個標 剛好是有成咬金出來 殺出來 就是有長春實話 殺出來他多了一點錢 其實這個 現在目前賣東西 是比較不樂觀的 是 所以我們對 只有這個商務博物產的交易量 是有放大 是這樣的 那有一些大概都是低功虐過了 代表沒有人去唱 真的 因為魚餌是不會去 那他是不是都想要等著 熟熟的那樣子 就不要加價了 會有人買 因為這些地方 也不是說 差到沒有人要 那只是一個價格的問題 那等的人 他等到說那個 那個魚餌可不可以分小一點 因為我嘴巴只有這麼大而已 你搞那麼大魚餌 是 對不對 然後又掉到海邊面上 我怎麼去怎麼去跳出來咬 沒有辦法嘛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商務博物產是 有這些案子 所以他量出來了 這個案子 他整個賣掉的話 他是290幾億 紅波浪的話 六件 這是市場上最熟目的案子 我們再看一下 那個叫做移轉動數 這是關心老百姓 就一般的消息在買的 對 移轉動數住宅了 移轉動數 你剛剛講說在減 這沒有錯 因為移轉動數的話 我們去年的量 我們去年量是在31.8萬棟 那今年的話 是我的預測是在30萬棟 那30萬棟 也是我提出來了 那30萬棟是怎麼來 是過去十年的 那個平均的移轉量 大概30.8萬棟 所以假設很多人在關心說 那破了30萬棟會怎麼樣 現在大部分我們講說 到六月份的時候 到五月份 我們同一到五月份的話 頂多是大概是 可能八萬多 八萬多吧 八萬多 平均大概一個月 大概是兩萬多棟而已 那假設給你好一點 是兩萬五千棟的話 你十二個月 你會多少棟 就是二十幾萬棟 連三萬棟都沒有 對 所以這個情況說 假設他沒有 沒有過30萬棟 是低於30萬棟的話 對 那這個市場未來是兩三年 都還是會走一個緩跌 是 他起不來就對了 那量會再縮 所以一直縮到 然後價格又一直緩跌 對 縮到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最低的量 是二十四點五萬棟 我們不希望看到這個情況 假設這個量 維持在三十萬棟以上的話 就代表說這個市場是有熱度 有溫度 對 你看到這個土地 在這個市場裡面 土地還是有溫度 三種不同還是有溫度 代表是民間裡面 社會裡面 或者說建商裡面 口袋錢還是多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很多的建商 過去搶地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跟銀行借膽 不可能仰盲 他自己就可以打悠ếu cooper 但是傲宅的話就不一樣 傲宅是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膽 自己賺到錢 所以他就是百分之百 都是自己的錢在買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平平底下仁在搞這個東西 真的不需要了 你就很簡單說 你要買傲宅超過八千萬 全部用現金買賣 你自己有錢買 他們不要借錢 你說五年內 你說五年內不能移轉 你跟他說落到十年後 你才移轉 就這樣就管制 不要限制他 許可是說不能買或怎麼樣 所以我說就導航很多東西 政府都是政策上面都已經做好了 我認為現在上台的這些執行的 我們執行這個環境政策的 這些官員 腦筋是清楚的 是 只是我們民間看到東西出來 真的說都已經打了 都已經冷卦下來了 怎麼還要再打 標理上寫的東西 為什麼還是什麼第五波 其實很清楚 你的房價 房價還是沒有掉了弧度 沒有想像中的好跟快 老百姓會有 想要買房子 現在市場會買 會愛人心人 自己買的 你說價錢都沒動 政府搞了那麼多政策下來 都沒有動 那我怎麼辦 民間這個消耗者還是覺得說 政府是沒有作為的 是 所以要再繼續再有動作 讓那個房價看能不能夠 對啦 所以剛剛 再來一點啦 剛剛所提到的東西是 什麼第二戶七成五幹什麼 為什麼 銀行很清楚 他有辦法 你真的是在買這個多買 或怎麼樣的話 你是投資的話 它很清楚 假設你是真的要用說 我還想賣掉的話 銀行會不清楚嗎